天王無宗憲因不捨而時回憶消失 砸下4000萬買下台南美食老糖牛肉麵 並交由兒子露西派打理 而該店終於在昨13日開始試營運 露西派一早就在IG分享搭高鐵南下固店 一整天超多民眾擠爆店面 他在IG表示今天讓大家排隊 比較亂 真的拍卸拍卸 立馬調整動線中 也謝謝大家支持老糖牛肉麵 無宗憲是營運並未現身店面 全全交由兒子達理 看得出來對他信心滿滿 跟以前的老糖子一樣的都很親切 還是跟以前一樣 應該是很過癮的 台北也吃得到台南老味道 有有有 我這邊都馬表自己吃 Q彈 你們所有人吃我們的麵條都說Q彈 不敢相信啊 露西派Q彈下面給你吃真的問世了 他談起浪子回頭走向正道的心路歷程 當時我還在錄亥營業中第二季的時候 玩很大 休息的時候去吃 然後發現說 他們竟然是營業最後一天 憲哥就覺得說 這個他的童年的回憶很可惜 就把這個IP買 二三年大概二三月吧 就突然跟我說 台南有名老糖牛麵 開60年了 接下來你去經營 我直接就傻眼嘛 很緊繃我還第一時間不敢回訊息 哇不許 我一定做不到 因為你說開一間餐廳已經夠難了 然後你說又經營老IP 然後重點是他又在台南 我當時就很鬧 就覺得了憲哥 憲哥其實常常喜歡情勒我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的那個情勒 算是有效溝通 這個東西啊 你做不做 成敗就在這裡了啦 你人生到底 平不平凡還是微不偉大 就這波了 剛好營業終於錄完了 他說你這不就有餐飲經驗了嗎 我一時之間也就熱血起來 我就想說 好啦 那就是啦 那就衝 我就說好 我全權承擔 來做牛肉麵之後發現 這個領域沒有需要那麼多的創意 機制或者是彈性 其實他需要的是 體系跟 按部就班 那我其實也學習到蠻多的 算是一個不同方向的努力的感覺 我後來才發現 我感覺我以前真的是一個比較中二個性的人 以前都以為自己根本就不緊張 但是真的碰撞之後才發現 現在才真的坦然 夜戀那個勢行之後 我就沒有再跟家裡拿錢 孩子不能這樣 你今天要開始學會 對自己去負責 出事後的第一年 我算是 落魄很落魄 然後借錢吃飯 然後卡也是欠他兩萬 欠誰 就銀行啊 銀行卡啊 只能付最第一家 但是直到後來 自己已經沒有犯錯犯錯到 沒有再犯錯的空間的時候 當我決定 痛定思痛 好好做一個人 之前那個女朋友啊 然後 哪一個 兩個人的進度到哪裡 這個可以講嗎 旁白哥報報 獨家 吳宗憲 斷金元 露西派欠卡債 靠腰一年 重新做人 開箱四千萬老字號牛肉麵 台北也吃得到 台南老味道 嗨 這個麵 有有有 我這邊都馬表自己吃 Q彈 我們所有人吃我們的麵條 都說Q彈 不敢相信啊 露西派Q彈下面給你吃 真的問世啦 他談起浪子 回頭走向正道的心路歷程 當時我還在 陸污營業中第二季的時候 玩很大 休息的時候去吃 然後發現說 他們竟然是一夜最後一天 而憲哥就覺得說 這個他的童年的回憶 很可惜 就把這個IP買了 二三年大概 二三月吧 就突然跟我說 台南有名老糖牛麵 開六十年了 接下來你去經營 我直接就傻眼嘛 很緊繃 我還第一時間不敢回訊息 哇不行 我一定做不到 因為你說開一間餐廳已經夠難了 然後你說又經營老IP 然後重點是他又在台南 我當時就很孬 就覺得了憲哥 憲哥其實常常喜歡情勒我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那個情勒 算是有效溝通 這個東西啊 你做不做 成敗就在這裡了 你人生到底平不平凡還是微不偉大 就這波了 剛好營業終於錄完了 他說你這不就有餐飲經驗了嗎 我一時之間也就熱血起來 我就想說 好啦 那就是啦 那就衝 我就說好 我全權承擔 來做牛肉麵之後發現 這個領域沒有需要那麼多的創意 機制或者是彈性 其實他需要的是 體系跟按部就班 那我其實也學習到蠻多的 算是一個不同方向的努力的感覺 我後來才發現 我感覺我以前真的是一個比較中二個性的人 以前都以為自己根本就不緊張 但是真的碰撞之後才發現 現在才是真的坦然 我張開了一個 非常幼稚而且不好笑的玩笑 一開始發了一個紮政府的文 那時候才19、18 我其實真的算是一個屁孩 憲哥就直接用 完全一個社會道德 所有人的想法 最赤裸的劈頭劈在我頭上 明天收拾好行李 GET OUT OF MY WAY 我很感謝他一直以來 對我都是完全的誠實 他並不會在意我的感覺 這三年來 其實真的是心境轉變得非常非常大 出事後的第一年 我算是 落魄 很落魄 借錢吃飯 賣衣服 什麼的你知道 到處投履歷 算是跌落了谷底 然後又喝酒抽菸 最後我就接網路上的案 比如說 Youtube片頭曲 或者是Podcast剪輯 或者是英語配音 或者是英語配音 我就偷偷的做了一些這些工 就兩三萬 撐住吧 卡也是欠他兩萬 欠誰 就銀行啊 銀行卡 只能付最低一價 以前的年少輕狂 真的就是建立在 自己看自己不夠透徹 我當時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很盡力的去做了 但是你還是用最高標準 而且不會給我鼓勵 然後都是鞭子比糖果多 我就覺得很灰心 但是直到後來 自己已經沒有 犯錯犯錯到 沒有再犯錯的空間的時候 當我決定 痛定思痛 好好做一個人 藉由犯錯 看了自己透徹之後 才理解 喔其實自己的特別在哪裡 那其實自己的平凡在哪裡 好啦 把事情搞好啦 的態度拿出來的時候 憲哥反正真的就不罵 之前那個女朋友啊 然後 哪一個 兩個人的進度到哪裡 這個可以講嗎 不想 對阿 雖然是憲哥主動爆 是因為已經被拍到了 他們直接發訊息問憲哥嘛 阿憲哥就不理他 然後自己發一張 破壞他的作品嘛 就可以先有後婚嗎 這樣 喔當然我自己心裡 其實也是不太接納這樣 有個互相成長的伴是個好的伴 那結婚什麼的 生子什麼的 我還太老 我才二五耶 談吐老陳都忘了他這麼嫩啊 但姊姊證明他的天真無知 請請請請看 過年要包的紅包 是 雙數 對他竟然包了一個七千有八 這是真的 當時就是 其實也蠻卡的 可是我就想說好 就ㄍ到一個七千 我那個七千出去 我銀行戶頭 當時應該是剩下三位數的 真心話 結果被罵 而且是不給情面的罵 不是 哈哈哈哈的 玩笑這樣 我覺得八千啦 至少是雙數 為什麼是八千 因為剩下那幾千 要給我 子子子女啊 你想我二 大姐二姐那麼吸血的人 怎麼可能不給 餐禮娛樂新聞 五包 可以來一點 謝謝 報導